2018年2月28日 立芬世界手术的日子 清晨五点大地一片漆黑 多数人还在睡梦的时候 八位慈悸之工从四面八方奔往同一个地方 平常活跃于人文真善美的冯立芬 罹患皮肤基底细胞癌 剃光了头 人笑眯眯地躺在床上 没有不安 见到发青来 几次流下眼泪 来 喜爱师姐 各位发青真的很幸福 这么些事情是有很大 打电话呀 微信呀 还有念几年土耳课和我微笑 真的太幸福了 祝福师姐 祝福你啊 冯立芬的先生在国外工作 两个儿子又在外地念书 法青们无论谁遇到困难 郑生阳都会安排好家业 事业 不宜余力付出 这个大菩萨总是三二一 在背后默默默默的付出 确实挺上他 也做过他 这么多时间的做法 他肯定会没事的 资深志工许子源是大家的后盾 任何的病难都不是不难 任何的病毒也不是病毒 这时候还体验到我们家的病毒 答案新闻 这是美之工 辽民报导 网站